囚犯走私电脑零件 造狱中网咖 本周有个超狂的监狱故事曝光了 一座中度设防监狱的几名囚犯 彻底利用了狱中的工作计划 将单调的劳动时间 用来建造秘密电脑室 2015年 俄亥俄州马里恩 几名未经监督的囚犯 在电脑废料回收计划中 负责拆卸旧电脑 狱中其他二位元的囚犯 还在用手工制作小刀石 这些三十二位元的朋友 已经接上线路 开始上网了 透过偷来的承包商账号 这些囚犯用网路来搜寻 如何制毒 如何逃税 如何制作爆裂物 当然还有爱情动作片 其中一个人 还跟母亲通话传讯呢 他们把电脑藏在天花板上 就这样偷用了四个月 直到预方发现 这些不正常的网路流量 令人惊讶的 不只是囚犯做出电脑 还有他们能在监狱内输送零件 即使必须通过 有人监管的安全检查站 涉案的五名囚犯 已经被移到其他监狱 那里的预警 势必会将他们看得更紧了